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石油贡献经济规模以及占比去计计 认为优家要50美元以上一桶 沙特以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平衡去计计 才不会输钱 打和点远远比俄罗斯高 不过彭博的专栏分析 其实就是把问题拉向另一极端假设 犯了逻辑错误 试问如果50美元流上才有着数 沙特就老早出了声 事实上外界不能忽略 是沙特亚美石油本身每桶彩油成本 只需要2.8美元 这个根本优势 属于全球最低开采油成本的油公司 相比之下 阿克森美孚要16美元才可以贵本 作为沙特属下 全球最低采油成本的油公司 绝对不应该由彭博专栏的思路去想 更加简单的想法其实是 沙特以本相忍 模仪油价大跌 自己就没有着数 但凭着不够3美元一桶成本 沙特并不是傻的 油价一旦失控下跌 到时其他产油国 挖一桶就蚀一桶的情况之下 已经不会再有异欲去开采 到时沙特都赢 最少在市场占有率上会有更加大主导 中东和俄罗斯人各有盘算 各自都可能面对相当大的风险错误计算 不过摆命就够成累己累人了 并且是揽炒 全球股市无差别沽货 货币市场恐慌 连欧元都因为早上的混乱 曾经闪崩 一度落到只有63尾线 落极生悲 玩火也会玩出火 看看现在全球环境 交易对手风险 以及市场资金流动性的问题 已经初步呈现 反映同业市场交易对手风险之一的 远期以及隔夜掉期息差 短短两个星期之内 升大约40点 而美元掉期息差 更加旷阔至超过一年以来最高 更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债 欧美企业债CDS 部分升至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垃圾债券沽压沉重 而美国垃圾债券当中 超过一成是石油企业 油价继续跌 顺态优雷升温 疫情对经济影响之余 附加的问题不是油价 而是违约潮 美股跌 债息日日升低 需在联储局开会在职 委员受制于blackout 未能再发挥出口述神功 如果市况继续动荡 剩下的选择其实只得几个 第一任它跌 第二改由联储局以外的美国官员 出口述托市 第三就是等不及再来多次紧急会议 近几个星期 市场叫人忧虑的一面 并不是跌市 或者沙特反台 而是在于全球供应和需求 同时停顿 经济向下明显 不过市场对中央银行不信任的程度 去到顶峰 利率期货只会出现大多数预期 今个月要减息一例或者更多 没有性格 不过有智慧的鲍威尔 多数都会照做 不过之后利率期货只会再大咬 由减息到零到QE 速度可能要写下建历史记录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